他这个事成功啊还是他的出发点 你看他出发点 就是他不把自己当艺术家想 先考虑对方的感受 就是我这事是不是 我能为大家做点什么 我做一菜是让人吃 不是我做一菜让我自个儿吃 表达自我 他这就跟我做博物馆一样 我做博物馆我原来说过这话 我说我最初喜欢收藏的时候 全是我自个儿的乐趣 我突然有一天明白了 是观众的乐趣比我的乐趣重要 所以我就要找一些他的东西 我为什么在所有的博物馆里能活下来 能够良性活下来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他的乐趣真的是很重要 是 我现在在这个网络教育下 我觉得我自己都慢慢转化了 就因为什么呢 就是你说到最后 还是要把自己全心全意的 放在人民服务当中 就是咱们这种人一开头 老是觉得自个儿想表达一什么 我那那什么 你们都不懂 对吧 可是到后来我就发现 其实你问我 我根本就不太喜欢出现在公共生活当中的人 你问我想对于公众表达什么 我真的不想表达什么 我跟有些人还不想表达什么 那其实这反过来就变成 我很想服务你们 只是我闹不太清 你们到底喜欢什么 你们能告诉我 我愿意全云全意 因为我无所谓 你问我想说什么 我说什么都行 就你奉献自己 对 不是 所以我就觉得 有时候就挺有意思 现在的这种观念 你比如说有个大张磊 对吧 昨天前代讲 你跟他挺熟 是吧 还行 我刚开始还以为 就是现在整天在综艺节目上 段子的时候 讲段子 后来我发现 他是那个花儿乐队的 对 唱 当年的花儿乐队 对 我围绕着颠尸 吹死兼尸 那种 两点半消失 一开始呢 也想搞 挺自己想搞的音乐 我觉得到后来呢 他也就算彻底了 他就后来就是说 洗刷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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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你看 他有一观点 他说你看北京 马爷 你说他北京人 他说这跟我出身有关 你就说我是在南城的 你过去你北京大院里的人 你们嫁人都不会嫁我们南城的 他说我们南城也有自个的范儿 我们南城不嫁三环以外 他说我就是这个 就是我父亲 我说我是听他讲的挺感人 他说你看我父母亲 早每天八小时工作完了 回家就和面 揉面 晚上十点出去谈煎饼 到凌晨三四点 他说我爹捧着一脸盆鸡蛋 呱打摔一大马啪 腿都摔舌了 鸡蛋纹丝没动 就捧着 为了什么呢 为了钱给他买这个音乐乐器 买就买 他是说那我就是这个 这个里边出来的人 这个阶层的人 对他们就爱听这个 而且我就发现他这种用户意识 其实某种正在讲 挺刻骨的 其实是用户意识 他说他听了几个G的 就所有全世界的网络排行榜 人们最大爱听的歌是什么歌 他说我琢磨出来这玩意儿 比如说他说我琢磨出来一个东西 像倍儿亮还是倍儿爽啊 他的音乐的朋友跟他说 说我听不见音乐声 然后但是他来一句挺咯的 他说但你能听见钱一声 他有一个 他指出 我认为就是 你不看大张伟 他说中国就是城镇化 这爱听的歌就是要城镇化 所以你就是城镇化的人们 他们听什么翩翩起舞 他们爽 其实这个 我觉得像 他这种底层意识 是一个今天社会的 所谓的大数据意识 大数据是一个底层意识 把所有的数据都搞上来 大数据 你比如我们画家经常受 所谓的大数据 他只不过没人给他 是什么数据呢 是这些买家 买家说 哎呀你这话 不错 就是尺寸小点 你没想到 现在画家的画 画都超大 他为什么画大呢 他是因为市场有这个需求 逼着画家画大 可是你看见 世界那名画 中文第一反应 就是 画怎么这么小 他这么点 他自尝看的时候 不觉得这么小 他都觉得应该很大 这就是所谓 市场来左右你 那我觉得有市场意识 很难得 尤其像我们这样的人 他们年轻还有 我们 都没受过这个训练 我很长时间才想明白 就你看自个儿那点破事 根本就不重要 对 就是我们在写剧本的时候 经常会有一个想法 就特别 要时刻警惕的 自己别夹带太多厮活 对 老爵自个儿牛 对 因为就是 我觉得就是 原来我就看李安的 忘了没看哪篇文章 就是他大概有一个理论 就是其实那个 这个艺术品啊 就已经在那了 浑然天成 对 你是需要 你要特别安静的 你要让自己 属于一种很有智慧的状态 去看见他 摸到他 而不是要把自己的机脑都掏出来 你自己掏出来 那是一模型 对 就是那个是 那个不是说 那个浑然天成的那个东西 浑然天成的东西 那是所有人都会喜欢的 那是亚俗工赏 但是你是自己的东西呢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不知道这该怎么看 你比如像现在 像什么这个小苹果喜事 你像这个 我就说这个大张伟 那天我看他采访 他还说 他说我觉得最好的广场神曲 就是什么呢 当年影像节和那个 移文华诚 妹妹你做蠢头 哥哥安上走 摩阴穿尔 但是文道你说 好像某些这个文艺 层面的人又会觉得呢 如果到处都是充斥着这个 就是说这东西算俗吗 就是俗 就是俗 但那又怎么样呢 对 我觉得俗是历史的主流 没有 我在我看来不是问题 就是我顶多会说 我自己不太听这种歌 这可能不是我的趣味 但是没关系啊 就人家听爱的你什么事 人家都爱听 那有什么不好 那么就趣味就是有不同 但只不过这个问题就在于 因为坦白讲 你再哑的人 其实他有时候也还是要在想观众 在想听众 只是他想的范围 不一定 不一定 有的时候也会想的 比如说很明显 我举一个例子 就拿音乐来讲 今天最严肃的那种学院派音乐 那种音乐会不会有200人以上的人去听 但你听得出来那些作曲者 他在想着听众 他在想什么意思呢 就因为他有时候他写一些曲子 他在玩一些非常复杂的结构上面的东西 你看得出来 他是在 在开一个玩笑有时候 他玩一个很学术的一个玩笑 那个学术玩笑是 对之前的一些作曲家的玩笑 OK 问题来了 你玩这个干嘛呢 就是你假设你的听众跟你一样 是听过那些东西 很熟悉那些东西 对他们而言 听众有效果了 对吧 所以你看很雅的人 其实他也是有预设的读者跟观众的 就分众嘛 他是分众的 但是问那群人很少 可能就两三百 那就是这样子而已 但我现在好奇就是 我觉得你为 对我而言 雅不是太难 有时候 因为你为几百人 几千人 去做一个事情 不是太难 独难 对 你如果说像你 我刚才就问嘛 就说你今天 大家都讲大数据 是用数字模型来决定 我投资什么样的电影 做一首什么样的曲子 最能够受欢迎 最能够大卖钱 对 但是你刚才说 你不相信这个 你不相信这个 那你相信什么 我先接着您的好题 我觉得这个 就是刚才有说 那个 我觉得这就跟做人一样 就是你要让几个好朋友喜欢你 你就做自己吧 做几个人 很容易的 就是你总会 其后还撒朋友俩好的呢 对吧 但是你要让这个 所有人都喜欢你 你得多克制 你得多道德模范 就是有一句话 就是你想做多大大哥 你得爱多少人 就是其实那个是最难的 我觉得 就是你要让你的作品 也好 你的产品也好 就是或你人也好 要让最更广泛的人喜欢我 我觉得其实很难 他这个作品是这样 作品你大数据是一个判断 还有一个主观判断 其实它有规律可循 你比如像小苹果这种 都完全有规律可信 你今天可以说 你看凡是流行曲 我们先说就限定于歌曲 流行曲 咱们先别说 史特劳斯那个 先说这个 流行曲 从民国开始 就是有这事开始 它必须具备一个因素 就是潜在的跟性有关 你看 还是跟情有关 先别说情 情就高于右眼了 你干得抓到底 你比如说何日君再来 这是这个国统区的歌 咱们小儿黑结婚 是这个小儿什么什么 解放区的天 解放区的天 他也得跟这结婚这事干 然后呢 你看这个 这个这个 小苹果这样的 小苹果 跟你刚才说的 跟他妹妹坐船头 他们是一路子 其实 对 你是我的小苹果 跟我坐你那船头上 你啥趣 内在的东西是一样的 我跟你说 这个调底 是不是有点像 解放区的天 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 好喜欢 是不是有点 这种潜在的 这个男女知情东西呢 是打动双方的 你比如说 那妹妹坐船头 和哥哥前头走 这个 这是男女双方 都可以站在自己角度 去理解这件事 那小苹果也是 你是我的小苹果 这是双方的事 这个 千福大爷 这性意识比小苹果 千多了 厉害多了 还千双盗悠悠了呢 他都要有这一点意识 你单独的 单向的 肯定是不行的 当时你这 小苹果的灵感 是从哪触发的 怎么叫 你是我的小苹果 怎么蹦出来的 这个生活中 他可能有多个苹果 就是 作曲作曲是老王写 王太利 我那个搭档 是吗 是 其实我们在 我们一直有这么一个想法 做这么一首歌 然后有一天 我们去一局 去看一画剧 那画剧里 然后有一个 一个角色 叫小苹果 还是叫什么 小橘子 小橘子 来着 来的时候 让他觉得 我能做 这歌叫小苹果 你觉得怎么样 好吧 我觉得好像挺好的 每家都有小苹果 然后就是 好像好多人的孩子 也叫小苹果 他挺可爱的 就是你可以把小苹果 想象成你的爱人 你的孩子 然后怎么爱你 都不喜欢多 一个人 对 他就很养 很积极的 那么一个感觉 其实那种情绪 就是说 有时候人没什么 就爱嚷嚷什么 就是 因为小苹果 他特别积极 唱一天 你会觉得特别积极 爽 对 你为什么就会觉得特爽 可能你生活中 可能缺一些积极的情绪 你可能对很多事 比较悲观 比较消极 比较抑郁 但是这个歌本身 他跟这个社会没关系 他会给你带来 这样的情感 我觉得他是这种产品 自己的比较珍贵的一个功能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 就是有生活跟没生活 大不一样 就是你看 我记得就要说这个 取高贺寡这事 我想起是胡兰成吧 好像还是胡兰成 说的这么一句话 就说 这个英雄美人 不是他自己要当英雄美人的 他甚至想去迎合世俗 只是偏偏迎合不上 就是他是说的是 另一类少数人 但是我就觉得 你像 我看这个老男孩 为什么就是能够感动很多人 我就觉得这个里面 你们的很多生活 比如说 这讲几点这个仇史 考中学一次也没考上 两次才考上 是吧 对 我其实考三次 我考美业附中 我上美业附中高一的时候 我高中同学都快上大学了 你算不算北漂 就京漂 我肯定算 漂了几年 我是 我是16岁来的北京 我一来就是北漂 可能一来的时候 我就上美业附中考前班 几年班的时候 就没有正式的学校 师傅女孩 考了一年考上了 然后又上了电影学院 当学毕业 那一天起 正式成为北漂 什么就 北漂指的是 生活在那个贫困线 我觉得就是你 没有身份吧 没有身份 你又不是学生了 对 你又不是学生 对吧 对 没有学生 不是学生 没有工作 然后也不挣什么钱 然后跟你这些毕业的同学 挤在 搞点事 对 然后挤在一个 粗毒房里边 然后当时就是 真去北漂 当然就 对每一份找你的工作 都超级认真 但是就是这事 靠不靠谱也没关系 你让我想一广告创意 你让我写一个小短片剧本 或者都非常非常认真 对 你让我画点分镜头 都可认真了 见面跟人开会的时候 既然有一什么工作找你 你都要把把那个最板正的衬衫拿出来 都是 然后把自己导致的看起来 好像比较体面的 有尊严的样子 然后不像一个北漂的样子 然后去用这种外形 生活呀 去面对于工作 但是当时的心情是挫折 是经常失望 那段时间是挫折的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我来上了俩学校都是好学校嘛 就是在成德来讲 你能考上美业附中 每年朝四 不容易了 然后上电视学 又上电视学院 就是你本身就觉得 未来一定成才了 就上学了 上高中的时候 就觉得你可能以后成才了 然后结果你一毕业 就是那个社会的现实 像一堵墙一样 你学什么专业 我是广告导演 美术学 所以你那时候不应该出来就失业 觉得反正干完的活 给人感觉 我大四的时候就是有这种感觉 因为大四的时候 我拍了第一只广告 当时就拍了一个西服广告 当时还拍胶片呢 拍王刚 我当时挣了几万块钱 我当时发我这个活的客户是王太利 但是我就那么认识了 你那时候想那会有红吗 那没有 完全没有 你觉得你是怎么就红 怎么红的 怎么红的 你第一个觉得自己红了的感觉是什么时候 这很重要 就是你在某一天某一个 某一天意识的 我觉得就是老男孩 其实老男孩之前还有个男一级回忆录 男一级回忆录的时候就开始小范围的 就开始有人喜欢你 就是那当时互联网上网人没那么多 网络视频也没有那么发达 但是得了好多奖 有些开始有人认识你了 就到一些聚会里 你原来是拍那个的 但是走马路上还没有人 但是那是 对 我这么问你这问题 就是比如说说白了 你看比如说现在我们在网上要问个问题 我就发现很多经票也好 或者在北上广的浪迹的这个人 他都是当年跟你一样 但是他现在就觉得 我怎么能够成功 我好像这是他们特别主要的一个焦虑 因为成功不了 感觉一天天在北上广混不下去了就 对 没错 所以假如他们这个问题问你 就因为你成功了 他问你有什么招交给我吗 我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就是没什么招 我觉得就认真一点 认真专注一点 对 对 对 那么就这些 如果这样你觉得这是跟运气相关吗 因为坦白讲认真的人也相当多 对呀 我觉得是有运气有关 因为你就是每个人的那个天分不一样 你天分其实就是个运气 你天分刚好你做了跟你天分相关的职业 这就是个运气 就是 就是我你 反正你 反正最好的就是 你既有这个天分还能下点笨功夫 就是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 对 我同意的这个 我一直说人的天分至少 至低占两成 这两成是你别去争 你争不来 你有就有 没有就没 如果你顺了 就是他说的 这顺了 你就这两成占上了 那么一般人 一般人按照今天的教育体系都能走到六成 就是大学毕业干什么 百分之六十 剩下的百分之二十是你的认真和努力 如果你的认真努力 加上你恰恰有一天赋 天赋你二十你没有 有十也行 这个凑九十分就就成了 你这个努力 如果你努力不来 你光有这天分 天分就显露不出来 剩十加那六十七十分 基本上你还是在底下混着 就每网上去升百分之十 绝对跟认真这个态度 同意他说认真这个所有成功的人 我认识的人多了 就各种成功人士 没有一个人缺这条 做事要不认真 你肯定不 但是要不说我就是为人民服务 我就想这个事 你也很认真 你成功的 对 比如说你成功的 他筷子兄弟只有两个 他只有两个 我是觉得那大多数人 他的心情往哪安放 那当然你不能指望 你标准太高 你不能说他这个成功 他太高的标准 大多数人我告诉你 心里怎么安放 对 大多数人心里想的 可能就是指望他 像他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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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要知道 那是不可能的呀 他的故事之所以 他们人的故事之所以 大家喜欢听 喜欢喜欢聊啊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因为今天的中国 我们都知道 这个社会阶梯差距有多大 对 我们都知道有多少人 含着筋钥匙出生 我们都知道有多少人 我们刚刚讲奋斗 需要认真 要努力 这些事在今天 我们成功的三四十岁 三十岁以下 这圈人里面 在那些成功阶层里面 大部分人可能是 不需要这些东西 他甚至可能 从来没有奋斗过 他爸爸奋斗过 他妈奋斗过 他用不着奋斗 那么因此 当其他人数上 比这些成功人士 多得多的人 挤在北上 苦苦挣扎 找机会的时候 你说他指望什么 就指望这样 但是你看 你说这个 你讲 我觉得就想到一条 除了认真以外 就是 就是你还得想 你能为别人做点什么 我觉得这个 你在这个社会里 存在着意义是什么 就是你能给 最少你能给周围的人 最大 你能给这个时代 你能带点什么 有用的 能够帮助到大家的东西 那送外卖的小哥 也是想着 那我能帮你送个饭 但是难道我一辈子 都要这样吗 就是 让我认为 一辈子能把这饭送好 也不可以 就是起码你能做成 一个百度外卖 对 我给你 我给你举个例子 家世代门口 有一老头 拉门的 没有学历 当年十几岁应聘 就去了 去了就拉门 拉门就好好拉门 拉门这事听着简单 没那么简单 几十年以来 进加世代公司拍卖的人 牛逼的 不牛逼的 前牛逼 后不牛逼的 装牛逼的 什么人都见过 所有人都记得住 最后到他晚年的时候 不是晚年 到他快退休的时候 他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因为他认识所有的客人 这客人怎么回事 他都知道 然后加世代呢 加世代就说 我们比如欧洲有一场拍卖 他是在纽约 欧洲一场拍卖 说你得去 他说我去不了 为什么去不了 说我太太在家 说你太太一块去 头等舱 因为你在那个酒会上 比谁都重要 对 因为有的那个大老板来了 都互相不认 你很尴尬 就他知道这个人 是怎么回事 买过什么 什么都知道 就全其脑子跟电脑一样 所以所有的重要的场所 都要让他出息 对 他就是一个 从头拉到尾 我觉得他就是 而且他也得不停地这么想 就是比如说 我现在能给人送饭 比如我现在能给人拉门 说我还能为这公司做点什么 我还能记住大家 对 然后呢 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 就他得不断地去这么想 你就是这样的 你听他的结尾 我争取这样吧 我告诉他结尾有多重要 他拉门 拉了40年 拉满退休 退休 那加里德说 这人退休了 好 举行盛大酒会 欢送退休 退休的时候 公司宣布 以公司副总裁身份退休 会呜 真励志这个 这太励志了 这比快的兄弟还励志 这应该找他来 你说这个呢 就让我想起来 人家对这个成功的判定 和社会对成功的认知 是不一样的 我们今天不能鼓励 他这个除了他的奋斗以外 有极大的偶然性 而且他这个成功的标高 太高 然后我们天天在电视上 说这事呢 把他们大家全害了 但是你看 你看你讲的是正能量的 对吧 但是我注意到 你很多引起共鸣的 比如说那个片尾的这个歌词 就讲这个时间是吧 什么无情的刀 说这个青春啊 还没绽放就已经枯萎 实际上就包括你们讲的 就是最惨的 就是最尴尬的 就是同学聚会 多年之后的这种同学聚会 身份高低 身份高低 这方面你是不是有体验 我肯定有体验 就是我觉得就是 我现在觉得就是 我的人生就像穿越了一样 像我现在三十几岁 我小时候我还经过过这种国企啊 因为我小时候 就是生活在那种大国企里边 大国企当时还很大的 国有大重型企业 就是那时候 那时候就是国企的工人的那种心态 和周边那些城镇居民不太一样的 他们就是自体自足的 那一个环境里 就是很骄傲的 他们都 而且如果谁啊 要是一个领导的孩子 那跟我们一起玩 那哥们是这厂父厂长儿子 厂长儿子 他在知识观念 然后这么多年过去 再去看到这个人的时候 就整个时代就都变了 厂子都黄了 都已经卖给个人了 然后所谓厂长孩子 还住在当年最好的那个楼里 已经破烂不堪了 然后他还带着过去那个 就是那个小时候养的那个尊严 又带着对今天的那个 社会的那种不能接受 那种拧吧 就是他 我一直想拍这么一个电影 就是我想讲一个 就是时代变迁 就是给人 就是带来的那种 特别让人心虚的那种变化 那我想知道 就是说 你在这个就是基层混的时候 在底层混的时候 和到今天 你觉得今天你快乐的程度 比那个时候多多了吗 就心情 就咱讲平常一个人的心情 我想想啊 你觉得你更快乐 更幸福了吗 我其实觉得差不多 就是每天快乐和烦恼的时间 其实还是跟以前差不多 对 差不多 我觉得它是一个生理问题 这事 就是你的快乐的情绪 和你的那种沮丧的情绪 或者你负面情绪 和积极那个比例 它是个生理的事 你怎么都会有这样 你就是你过再好 今天 钱越多事越多 对 一会儿你还是会沮丧 一会儿你还是会 他 就是他 人不可能老是 老是嗨的 老是他不可能老是保持这个状态 那你认同这个成功的标准吗 我觉得成功的打字 本身就有点伪命题 我觉得 怎么说 怎么叫成功 我觉得 你就很成功 就是你看就是 你要是一说我成功 我就心里滋一下 我就有一种 就有一种那种压力感 就是因为我自己 并不觉得我自己成功 因为我觉得成功 不能仅仅从今天的社会 说你有点钱了 或者你 你能生活稳定了 大家认识你的 就是一种成功 就是 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 就是 就是 有很多更重要的问题 更更珍贵的问题 就是 我觉得那成功标准 应该在那 就是 就是你 我就像是说 其实说白了 它是一个很深的话题 这套公民立路 我就觉得心情怎么安放 第一 这个最低生活水平 我现在觉得 就是说 咱们这个贵国 你生活在这个北上广 这个大城市 维持一个基本的生活水平 就是太惨了 就像你们那个时候 住在出租屋里 这种 你要是能够最低的 咱们生活水平差不多 你看 他们说 美国那个小孩 老师问这个小女孩 你喜欢找什么样的男朋友 他的回答 小女孩 可能是幽默感 和好玩 什么的 我们现在可能很多时候 就是他是开什么车的 他是有没有钱 但是你又特别能理解 因为我就觉得 要不说现在 他们美国 奥巴马 不是他们在闹什么 就是你看上去 大部分人生活差不多 坐着开着差不多的车 都过着都能去 比如说都能去滑雪 打高尔夫 对他们来说 不是个贵族运动 如果大家都能 基本这样了 那剩下的 我去追求 我个人的一个爱好 我不成名 不成家 没有关系 我所谓 这是真的实现自我 可你觉得 现在美国其实已经算是 比较熟的一个历史了 因为在算功利了 比起欧洲那些 或者现在日本 也是很不功利了 老一辈子 我觉得中国 我们要求很简单 这个所谓中国 并不是说 大家都发财 或者怎么样 而是 最底层的人 都能够有一个 起码的 有点尊严的生活 就已经很好了 对 但是你这个起码的 有点尊严 这个比如 他怎么要有尊严 对 第一 我觉得看病 看病 现在甭说底层 我去也没啥 马爷怎么 谁都没尊严 我们去医院 我去到一个医院 迫不得已 先找熟人 找熟人 这护士拎着我 不能撒手 这走廊里全是人 把我拎进屋 我就听后面喊 我都拍一星期了 我就不好意思 再出来了 你想 我也想 人家挺不容易 在这排队 然后我们给领进去 我要不领进去 我这辈子也排不成这队 我宁可死了 我也不排这队 但是我进去以后 我出不来 因为我要面对 所有的这些人 人家可不管你 你越被人认出来 越倒霉 然后 不知道你什么事 所以就很尴尬 这时候哪来尊严 没有尊严 我们今天这个事情 根本都解决不了 那向阳 你觉得当年 比如说你在比较底层 努力的时候 你想到过 有没有尊严这件事 我当然 我马上第一目标 就是要在这个城市 有尊严的活下去 那你那个时候 怎么叫没尊严呢 你觉得 哪些让你感觉到 没尊严呢 就你最起码 你要是 你要有一份工作 人家当 就很现实 你忙什么呢 毕业了 我写剧本呢 写剧本基本就是 你没工作 大家呆着 他写剧本 他写剧本 就是这意思 就是你得有份工作 然后你起码得赚点钱 这都是我们的 我觉得就是 很真实的一个标准 在当时 然后慢慢地就 开始大家说 谁开什么车呀 谁住什么房子呀 这些都变成了 一个比较的一个标准 这都很现实 就是你起码 以前我毕业25岁 才毕业大学 我起码快30岁的时候 我争取农工 在北京买套房子 房价涨那么贵 就我别 我是不希望 当时是不希望 自己好像能 再租一辈子房子 或者是 能你要 你在北京 干了那么多年了 你16岁出发 你现在要再 回成德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开一辆 稍微想要点车呀 就是要人家别问 你在北京干什么呢 说你是不是 稍微有一点事业呀 就是 当时认为 就这就是尊业 就是最起码 你说的这个尊业 后面其实是包含了 很多看事的方法的问题 目光的问题 比如说只有在中国 今天 我们才那么的势力 对 没错 就比如说 你刚刚说 写剧本这个状态 其实我在很多国家 都遇过 一些年轻的剧本 但他们没觉得 自己被人瞧不起 因为他衣食着来 问题先解决 没有 他们衣食着来 他怎么解决 他们有时候 他们会租房子 因为只有中国人 这么在乎买房子 比如说 你说德国 意大利 那些 60%的人都不买房子 都是租 全民都租 税制也是全民都租 没什么问题 起码当时我想 别合租了 大家也不觉得 那是个问题 没有人说 你房子租的 他就想不去 也不跟你谈恋爱 你没车 我们不会看不起你 然后我们也不会 因为你开什么车来判断 我不是说 人家都是圣人 而是说 相较起来 全世界的人都视力 都有这种眼光 但中国尤其厉害 所以 我明白了 这个老男孩 为什么看哭了 这是因为 这个失联的社会里 那种没有尊严的苦 然后小苹果 为什么火了 就是咱们只有苦中作乐了 真是 有点想开了的感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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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